一座豪华的城堡外大雨滂沱 小美看着窗外的电闪雷鸣 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小鸟 她拿着相册来到父亲老白面前 她指着上面的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 年老的老白表示自己记不清了 老美抱怨小美又看相簿 女仆正在后面不停帮她按摩着肩膀 小美问母亲这些是什么时候照的 老美想起那是老白从实验室退休的时候 女仆当时捧着玫瑰花 小美诡异地说道 女仆看上去好像没变过 女仆冷冰冰地感谢小美的夸赞 她把相簿放回原位又来到壁炉旁 老美表示这是最舒适的温度 小美阴阳怪气起来 最完美的壁炉传着设计和最舒适化的座椅 墙上的窗户都有着一流的采光和通风设置 甚至连天花板都有绝佳的隔音装修 这完美的房子打造了完美的生活 一旁的母亲被叔父按摩地发出叫声 她又走到母亲面前大喊别按了 老美猛逼女儿怎么回事 小美指着窗外那美妙纯净的雨声 而房子里只有老美那哼哼唧唧的叫声 老白起身训斥女儿 小美却希望她能狠狠骂自己一顿 这时老白吩咐女仆出去 小白大声响喊住女仆 她却装媒听到 直到小美走出门训斥她才停下 突然管家和仆人都集体出现 小美站到楼梯上面说出事实 老白让她说出来家里没有秘密 小美质疑 真的没有秘密吗 老白露出惊讶的表情 小美正想往楼上跑去 仆人说道 她在嫉妒她们 看到笑着的 贱臂小美 直接把她推下楼去 滚了十几圈的仆人 从地上爬起 诡异地笑着 小美在楼上冷漠地看着她 这时 老白站出来说话 她造就了房子里完美的生活 还有这些长生久世的仆人 小美反讽 就想和幽灵一起生活 老白认真解释 他们不是幽灵 幽灵是生而后死 他们只是机器人 这时管家端着烟斗 来到老白面前 小美居然能同步说出 两人的对话 她甚至还知道 老白要管家帮忙点烟 她划出火柴帮老白点燃 她很久之前就和小美解释过 为什么要与世隔绝 还要创造这些人 小美文言开始怒喷父母 他们不仅对自己残忍 还把她变成怪胎 让她变成孤僻自闭的怪物 老白解释她为小美 创造了安全的环境 她可以不用面对 战争贫寒和歧视 这不是监禁 而是完美的庇护所 小美瞪着老白这里 简直就是安全的牧场 老白和老美 变成了行尸走肉 还想同化她 她再也受不了 这一句句行尸 小美走出门 去喊住女仆 她拿汽水杯往地上一道 然后用力 狠狠把杯子摔到地上 这时 马上就有清洁工过来打扫 她回到房间对父亲大喊 表面是老白在掌控他们 其实是被掌控的那个 两人已经彻底产生依赖 一旦离开他们 就无法生存 她请求父亲把他们全拆了 老白耐心解释他们 不仅仅是机器 她耗费多少心血 才造出这种 有思想和意识的机器人 他们都做着特定的份内饰 按部就班的厨师 既定程序的女仆 杂工就只做杂物 他们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小美受不了两个老东西 她生在自由的米国 居然没有自由 往走上楼时 一旁的仆人不停训斥小美 她在楼上怒喷 他们就是会活动的妇孺机 老白训斥小美够了 不要太高调 小美却说出 让老白毛骨悚然的话 老白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情 他们能长生久世 但老白却不能 房间里的小美 已经准备收拾衣服跑路 这时老白推开门走了进来 年老无力的她搂住小美 祈求她能留下来 夫妻俩深爱着小美 小美瞪大双眼拒绝老白 她来到窗边 像只渴望自由的鸟 这时老白决定 会按照小美说的做 她会把所有机器人拆除 老白来到楼下 拿出一个装置转动旋钮 所有仆人急忙赶了过来 他认真严肃地 吩咐管家 让所有人去他的工作室集合 这是管家疑惑的开口 最终管家带着他们进到工作室里 许久老白从工作室里出来 现在只剩下他们一家人了 而老美已经习惯有他们在了 老白安慰老美 会慢慢适应的 小美急忙从楼上跑下来开门查看 她笑着来到母亲面前 这些该死的机器人终于没了 他们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她还可以找个男友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儿孙满堂 她激动地抱住老白 这时老美的神情不对劲起来 老白也在吞吞吐吐地解释着儿女关系 小美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 她有强烈的感觉不妙 小美连忙翻出相簿 瞪大双眼的质问 为什么一张她的照片都没有 老美急忙上前指着上面就有 她怒喊没有儿童时的照片 小美不敢再往下想象 她已经猜到了结果 她从童年到现在的记忆 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情 全都是老白给她设置的 小美崩溃自己到底算是什么东西 老白安抚小美 他们没有后代 没有亲情的延续 所以便有了小美 小美失神地说道 原来自己不是妈妈生的 而是爸爸生的 女仆是既定的 管家是管事的 厨子是做饭的 最后老白创造了一个女儿 小美再也绷不住跑上楼去 老白表示 小美就是她的女儿 小美大喊自己 就是一个机器 感受不到疼痛 也感受不到爱 老美急忙问老白该怎么办 她以为老白要销毁掉小美 老白摇头她 不会那么做 她接受不了这个家没有小美 此时外面还是瓢泊大雨 老白照常地坐在椅子上看书 老美享受着女仆的按摩服务 只是这个女仆变成了小美 她双眼无神地发愣 眼睛里再也没有渴望自由的光